週末風和熱烈 中國杭州馬拉松 在三號上午 鳴槍開跑 吸引三點六萬名 海內外好手參賽 盛狂空前 不料壓軸好戲 關鍵衝刺時 竟出現令人跌破眼鏡的一幕 還原過程再看一次 原本白色上衣的 伊索比亞選手位居領先 但僅要關頭時 竟出現法家彎鬼切 工作人員疑似指引錯誤 兩人趕緊掉頭 但肯亞選手已經先一步逆轉 伊索比亞選手最終措施冠軍 只差了六秒 不僅獎盃非了 原本與核心台幣 一百七十二萬的獎金 也短少成亞軍的七十六萬 少拿了將近百萬 如果不是剛才那個小插曲 有可能還會 是 還會再快一點點 一個小插曲 換言之根本是低級失誤 連中國網友看了 也搖頭 直呼是故意的嗎 批評彎道的設計 真的太瞎 簡直是一場混亂 機器陪跑員的打氣 而今天來格外諷刺 事實上類似的馬拉松引導失誤 近來頻頻上演 在蘇州還曾發生 有民眾衝進賽道 硬塞國旗給中國選手 結果導致對方打亂節奏 輸掉冠軍 加上今年四月北京伴馬 被踢爆放水造假 引發嘩然 連帶中國各地舉辦 馬拉松的水準 再次被打上問號 不懂之爭 按照這樣的 哇 一個小插曲 閃靈新聞 金水會報導 按照